小印度一家酒店的部分外墙的石灰块 不知道何故从二楼坠落 砸伤了在地面层的一名男子 建设局已经介入调查 来看记者许永森的报道 网络流传的画面显示 被石块砸中的男子 事发后趴在酒店的护栏上 石灰块散落一地 伤者过后在路人的帮助下 平躺在地上等待救援 民防部队授寻时说 星期二晚上11点半左右 接到求助电话后 赶抵现场 跟着把伤者送到 成都生医院治疗 来自马来西亚的35岁伤者 回忆事发经过仍心有余悸 记者走访位于迪生路的 出世酒店时发现 二楼有一排石灰块脱落的痕迹 掉落的石灰块也还没有清除 酒店表示已就石灰块脱落展开调查 业者也在酒店外头拉起了封锁线以确保公众的安全 据记者了解酒店仍继续营业 房客也继续住在酒店当中 建设局事发后也派工程师到场调查 建设局说脱落的石灰块长约4米宽30公分 当局以指示酒店委任专业工程师调查事故 检查外墙并按照工程师建议进行整修 检查外墙并按照工程师